这不通过平板电脑和简单手势控制的 名为Biton的未来概念汽车 在今年的消费电子展上引起了轰动 Biton的创造者将它描述为一部智能设备 在这场被组织者称为是规模最大的全球创新集会上 你不需要走太远就能看到另一个智能设备的展示 有超过17万人来到拉斯维加斯的这场展会上 亲手感受一下这些新设备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来自美国以外 菲尔赛在消费电子展上展示一面普通的镜子是如何进化的 我来这里是为了展示你好镜子 它是世界上第一面智能美妆镜 只需要拍一张照片 拧好镜子就能够储存记录 并分析你皮肤的健康程度 如果你喜欢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 可以通过拧好镜子分享视频 你从头到脚都可以用上智能设备 比如数字鞋垫安装一个传感器 可以连接到你的智能手机 一名工人把这个放到他的鞋子里 他的鞋子就变智能了 他会和智能手机连接起来 探测工人们的所有活动 分析他为什么会脚踝疼 背疼 或感受到各种痛痛 如果一名士兵因为受伤倒下了 他的鞋子会立即通知他的部队 前来救援 智能汽车 镜子和鞋子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前所未有的联通的世界 美国之音记者 米歇尔奎因 拉斯维加斯报道